我们家的小宝宝现在是两岁四个月 今天去姑姑家 现在是晚上八点半 沙特这边去拜访 亲戚啊 拜访朋友 一般来说的话都是晚上进行的 跟我们中国那边的文化还是有点差异的 小家伙非常高兴 沙特这边的小朋友他们睡觉都非常晚 都是跟大人做喜茶的 我觉得不是很简单 我们到了 门关上 要等一等 我们到的时候差不多九点 算比较早的 在沙特九点钟已经算早了 这个是她姑姑的费用 很会说阿拉伯语 只有我保持社交距离 男的在一听 女的在一听 当地的习俗一定是男女分开聚会的 这些小点心小甜点都是她姐姐亲手做的 特别好吃 揉揉正在拿着手机假装打电话给医生 她在跟医生沟通交流 她让医生过来把谁谁谁带走 很有意思啊 很像真的在打电话 沙特本地人对小孩子的电子品的管理上好像不是特别有原则 不管多大的一岁多 也愿意把手机给她看给她玩 所以我在这方面对肉姐的管理还是挺辛苦的 一直要跟他们就是做斗争 每次去别人家里做客 小朋友都会手里有个手机去玩游戏啊 看动画片 所以她只能在旁边蹭一下 也挺可怜的 但是没办法 我得让她知道小朋友是不可以拥有手机的 我就希望能够在年底前能够顺利回中国 这个是我阿尼大林的最大的愿望